就担心传统市场人潮聚集会造成防疫破口 桃源市跟新竹市以区域联防疫情为考量 宣布即日起传统市场抬单双分流 身份证字号尾数单数者周三周五周日可以前往 尾数是双数者则是周二周四周六前往采满 也呼吁民众谨记三个口诀快买快走一次购足 并且选在离风时段前往 避免用手去反复挑选食材 落实消毒也要保持社交距离 疫情期间民众仍然有采买的需求 我们希望每周一次一次构足 也决定分流计划叫单双分流 就怕传统市场群聚造成疫情再扩大 桃源市长郑文灿上午召开防疫会议宣布即日起 与新竹市同步执行传统市场分流 进行单双管制 身份证字号尾数双数者每周二四六进行采买 身份证字号尾数单数者则是三五日才能采买 传统市场没有办法做到 十连制跟单一出口的设计 那因此分流管制的做法 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个限制购买时间是可以鼓励的 一次购足每周买一次 新竹传统市场单双分流第一天 人潮明显少一些 外头也有引导人员宣导防疫观念 就怕传统市场成为防疫破口增加群聚风险 地方首长以区域联防为考量 希望民众遵守分流原则 一起对抗疫情 记者林祝强 徐志迁 桃园 新竹 报答 请不吝点赞 tav